Hello Hello 又回到三個小生我回家 又再說一次了 佛稅仔聊聊天 移民安頓系列 部分二 上一部分我們就找了李珊 神秘嘉賓 聲音經過處你已經蒙了臉了 因為牌照的問題 今天講了一些基本 不過不是簡單的 一點都不簡單 因為很多時候 剛才我記得第一集的時候 你說過剛剛有個朋友來到COROLLA 7000元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買完第一年 不行啊 真的要找一個朋友 找一個專業人士看看 有沒有可以搞一搞第二年 會不會便宜一點 其實可以的 可以的 他怎樣做呢 事不宜遲 聽聽李珊接下來這集有什麼講 好嗎 OK Let's go Joe 上一集很好 我們找了李珊 這位神秘嘉賓 講關於一些基本 我們稱為車寶的知識 其實一點都不基本 絕對學到東西 原來還有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 對 Part 2 李珊又坐在那裡 聲音亦經過處理 不知的朋友為何 就是因為牌照問題等等 我們希望 在可熱情緒之下 也會找李珊 去跟大家分享多一點車寶的東西 上一集講了一些基本的東西 我們覺得是挺深的 反而這一集 我們想說回 如果我真的坐下來 剛剛安頓我要買的 就是買車寶 我們時候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有些什麼 會不會有 第三部是必需要的 上次講了 可能就是要 什麼補充 或者是一些新車的 新車的新移動等等 李珊 有些什麼 應該我們是必需要 或者是提議買的 有些其實有可能 不一定要買 OK 那選擇方面 其實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考慮買 第一樣就是補充 補充的意思就是 假設你只是買了一個 基本的話 你沒有買補充 在三個比較特別的情況之下 你所有的維修費用是自己負責的 哦 可以 天文數字的那些 是的 第一樣就是 HEAR&ONE 如果你沒有買的話 HEAR&ONE的維修費用是你自己負責的 另外就是 如果在交通以外 你是錯了 那你自己的車的維修也是你自己負責的 第三個情況就是 因為你自己的不小心駕駛 而導致車損毀了 這個也是你要負責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人就不說我的車很舊 或者我不會撞人的 或者我沒事的 那就不壞這件事 但是如果出了事之後 其實那個維修費用 他自己真的不捨得付的 因為那個費用實在太貴 所以collation 我會覺得大家考慮是要買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中文我們叫做綜合保險 綜合保險相對來說 補費會較為便宜一點 更便宜一點 比collation collation是option裏面最貴的一部分 綜合好像很厲害 comprehensive 我們香港說是全補 三補和全補 comprehensive 包括一些比較普遍的 就是例如 車被人偷了 倒洩了 找不回 另外就是 被火燒了 就是全補的車 total loss 又或者是 最常見的一件事就是 換玻璃 換玻璃的話 譬如玻璃爛了 你沒有買comprehensive的話 換玻璃的費用 就要割下自己付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comprehensive 譬如說 如果車是不見了 被人偷了 又沒有辦法找得回 那ICBC的做法是怎樣 它就會根據你的車的市場價值 你只要給它墊底 所有的錢 它會給你 這個就叫做comprehensive 所以其實 在ICBC的補單來說 其實選擇是真的很選擇的 你可以買或者不買 但是 我經常都說 你付出多一點 你的保障會比較多 你的付出少了 你的保障就沒有那麼多 這個就是很恩人而言 那個墊底又有影響 就是剛才你說creation 和comprehensive的時候 你的墊底 通常是不是300 500 只有四個選擇 一個就是300 另外500 一千和二千五百 你如果願意給墊底越多 相對的保費會越便宜 便宜了 另外一件事 亦都想提一提 就是我所說的 Vosai Vosai 或者Vosai Plus 這是什麼呢 中文叫做道路之星 道路之星 道路之星是包一些濕濕碎碎的 這個就是你提議我買那個 是的 我家裡 這個會包一些什麼呢 譬如拖車 譬如你可以claim每年camp兩次 每次50元 每年camp兩次 每年camp兩次 或者譬如你的車市 因為現在很多keyless 高的車市很貴 如果你的車市被盜竊了 不見了 你可以配過一條新的車市 不是免費 其實這個費用是很便宜的 這個Vosai Plus 或者叫道路之星 一年都是20元 或者是48元 看看你買哪一隻 所以每天都可能是2至4元 如果是Vosai Plus 應該是很適合 即是甚至在美國 剛才你說的 都會蓋得到 OK 另外也想說一部車的用途 車的用途 通常我們有幾類想提一提的 第一就是Persure Use 即是休閒用的 另外一個就是開班下班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都很流行做Deliver 譬如美團 即是送給人派飯 其實每一個用途都會影響得很好 譬如說如果是Deliver 保費一年超過一千元 只是做這個 但Persure Use 可能一年的保費只有幾十元 那個差別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也會導致到 人們覺得為什麼我的單這麼貴 其實就是取決這個選擇 你選擇了什麼 你Deliver的時候 你在路上的情況多這麼多 有問題可能會 因為這樣有什麼的機會都大很多 其實都很複雜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考慮 你在這裡賣車保 因為香港通常你一個 全保 理論上都包了大部分 可以說很簡單 你每年都是這樣說 然後要回那些東西 其實價錢 其實最主要看價錢 哪個貴哪個便宜 就是這樣做 那剛才你也有興趣說 新車保 新車保 主要有兩類東西 第一 就是 不計折舊 的一個保障 一個就是有折舊的保障 其實不計折舊 我覺得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就是譬如你拿車 是新隔跨 你知道現在 其實買新車都很困難 因為要等很久 很多時候 我會建議客人 會選擇買新車保 新車保其實很好 為什麼呢 就是 如果車子在 頭兩年裏面 因為你不可以 任何時候都買的 只是可以頭兩年 你可以買的 新車保其實有些 商業員 買車的 車款都會提供的 那個跟ICBC有分別 那個就是 商業員 提供的就是 林林總總總 有些可能要你買五年 有些可能要你買八年 這個跟ICBC 那個做法是有些不同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最初 我相信我坐下 第一份買車保的時候 就是英格的 商業員 不是ICBC 所以其實我覺得挺貴 而且有一次試過 打電話去問 有沒有任何東西賠 那些什麼 他說其實沒關係 總之你的車要去到很嚴重 Total loss 我才會不會賠給你 所以是不同的 ICBC這個新車保其實都很貼地 而且都挺保障的 對於車主 那麼 頭兩年譬如說 你的車落地 它是計年份 不是計 譬如說我現在買的二手車 有沒有新車保 是沒有的 一定是我們叫做MVIS 即是一個新車 真的新車 對 你可以在頭兩年買 一般來說 保費大概是七八至八百元到一年 如果沒有折舊這個 那個保障範圍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在一個交通以外 裡面你的車是受損 那麼它會 你可以要求用原廠的零件 原廠的PACS來換 如果你沒有買這個 那別人可能會給一些雜廠的PACS 你做出來未必這麼漂亮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也很重要 就是如果車是Total loss 如果你買最好的那隻 即是新車保 它只要的損位是超過50% 那你就可以申請Wideoff車 那你Wideoff車 它是會跟通脹 會給整架車的價錢 這個真的很重要 這很重要 你知道這段時間 二手價比新車還貴 沒錯 所以它是計算通脹 譬如我現在買的車是5萬 那我半年後 買的新車要5萬5 它會給你5萬5 那新車保就是這樣 另外我想說一說 在加拿大來說 也跟香港有少許分別的 車保方面 ICBC會提供一些額外的Policy 例如Storage 在香港你基本上是不需要買Storage 什麼叫Storage 有些人可能叫Parking Policy 有些叫Storage Policy 其實是一樣的 Storage的意思是什麼 當你的車不用 你沒有正式的現縮 就不用買 對 你不用買 但是Strada是需要你買的 這裡的Strada 是一定要你買Storage 否則 你就不能在你自己的Parking Store 但如果我普通是自己的Garage 自己的Garage 你可以不買 但是這裡就是很多Parking Store Strada 某Park的位置就是公共地方 對 沒錯 因為如果那輛車是沒有保險的話 其實它跟一間屋是一樣的 它變成一個資產 變成一個Assets 如果你想想 譬如你這輛車有什麼問題 而影響到其他車輛的話 你這輛車是沒有買現縮的話 Strada是不會賠的 所以它是一定要你買一份Storage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所以這個Storage也是挺特別的 很多時候會出現什麼情況 可能有些人駕駛了三個月之後 我要回香港 半年 我又不想 我剛才所說 ICB算是很公道的 它的保費是逐天計算的 我還有半年 那輛車的保費 退回半年的錢 我現在就要買一個Storage Storage其實很便宜 大概都是10-8元一個月 OK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普通 很多朋友都可能在兩邊走 在兩邊走 沒錯 之後再說 就說一點 例如大家要留意的事情 我想你買份單之前一定要很小心 如果不然你會很後悔 OK 第一件事就是說Lease 如果你的車是Lease 相當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是一個用家 你並不是那個車 車不是你的 所以譬如說我回香港 說我要放下車 你要做Cancellation 是很麻煩的 因為你要寫授權信 要做一大堆的手續 你才可以做到 還有Lease 也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基本上不能選擇 你的Coverage是多少 車主要買多少 你就要買多少 因為車不是你的 是嗎 譬如我自己 我也是Lease 我的Coverage 是我可以選擇要多少 可以的 譬如說 假設我只買Basic 行不行 我的意思是 我本來選擇300萬 我加到500萬 你可以買一大堆 你可以只可以大 你不可以買小 譬如說 它一定要你買Compensive Collation 你說可不可以 Collation這麼貴 一千塊一年 你不能選擇 不可以選擇 所以Lease 除了你考慮 我要Lease買的 跟車行租的車 有什麼利益 以外 其實保險方面 就是它有個 minimum 你不可以買少 還有你很多時候 沒有什麼彈性 譬如說Cancel也不可以 或者我改某些用途 也不可能那麼容易 所以Lease要小心一點 第二就是Jone Owner 譬如說 一輛車是兩夫婦一起來 也比較麻煩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要去改裡面的Coverage 要兩個一起簽名 如果你一個回到香港 一個在這裡 基本上你做不到 其實我想 單名都可以了吧 扭我Jone Owner 因為這些很多時候 客人就會很Querie 為什麼不行 她是我太太 我代她簽名 或者我不簽就不行 其實ICBC 因為這份是一份契約 它是有法律效用的 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 提回大家 可能單名會方便很多 有一些關於Renew 譬如你現在這輛車差不多到期 那ICBC可以允許你 45天前可以Renew 這個Renew 可能有些很奇怪的 為什麼呢 你會有機會 就拿到一個 No-Mineage Discount 為什麼呢 因為我45天 即是一個半月前Renew 和一個半月後Renew 比如說 有些人真的 可能很慘的 可能他早一天和前一天 差10公里 他就拿不到 即5千公里就是那個 Freshhold 但是差10% 那大家要 ICBC是需要我們去看 那個相片去證實那個Mineage ok 所以其實 會有機會 你在這些位置 如果你自己懂得處理的話 會有機會欠到一些錢 合法的走站位 合法的走站位 剛才李先生就說到 已經有些不同位置的 有些困難的位置 因為剛剛有一個問題 在我腦裏面就是 ICBC 接下來可以在網上做Renew 有些朋友就說 我在網上做 和找李先生 或者其他 汽車經紀朋友們去做的時候 有什麼分別呢 對於一個消費者來說 價錢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在5月的時候開始 今年5月 ICBC就會改成 可以給一個客人 有一個選擇 就是做網上Renew 網上Renew 並不是很簡單 我去ICBC的網站 鍵入去 接著打自己的資料 不是 你是要去Face Service 那裏申請一個帳戶 接著你就可以去 月中Renew 但Renew的時候 也有很多限制 現在暫時 Face 1 第一步來說 客人 你要去做網上Renew 只可以 只是做Renew 其他的Transation 你是做不到的 例如說 改什麼 一步步來 對 還有你只能夠 跟你以前那份單 你是買了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你什麼都不能做 就是說 我不可以加減 我的coverage 是不行 你要回去Book Card做的 這個都要 還有 以及 ICBC將會在5月後 會取消了那個Sticker 減少了 就說我要寄個Sticker 給你的風險 還有 客人當他做完Renew之後 他可以選擇一個Book Card 幫他做Renew的份單 看看Review完之後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就可以Go ahead 但費用方面是一樣的 OK 沒有分別 就是說我上網做便宜一點 不會 但是你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你不能問 OK 因為有些困難的位置 省錢的位置 其實往往可能 Block Card會幫到手 他會給你一些意見 沒錯 因為你自己按一下按一下 其實你自己都不熟 其實你還沒用回去年那份 還有開頭的時候 都是做回 剛才李先生所說 都是做回去年一樣做的事情 是啊 可能你今年情況不同了 不同了 其實可能你需要加多一點的 保障回來 或者其實可以減到錢 我想大家都要看實際情況 可以怎樣做 一連兩集 車保其實真的獲益良多 帶了很多樂袋 是啊 因為移民安頓 其中你買了車之後 其實你的車保那個部分 可以牽涉到很多錢 是 就是你買的時候 你可以省錢 或者有些東西 你需要加 又或者 Touchwood 其實也挺麻煩的 是 好嗎 一連兩集 非常感謝李先生幫忙 我知道李先生 不只是車保 之前說了 還有家居保 下一集 再找李先生 和大家慢慢聊 好嗎 好 記得訂閱分享 點讚 按讚 下次再見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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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